來看到的就是美國馬州眾議員普雷斯利 勇敢承認自己罹患了脫髮症 去年底的時候他的頭髮是完全掉光光了 他只好戴著假髮參加彈劾川普的投票 投票之後立刻躲到洗手間 而經過了一番的掙扎 他大方在鏡頭前公開他禿頭的模樣 也鼓勵其他患者勇敢的面對病魔 美國眾議員普雷斯利勇敢承認出來 坦誠自己罹患了脫髮症 大方在鏡頭前已吐頭世人 這是我的公共公開示範圍 我正在與阿拉比喻 現年45歲的普雷斯利2018年首次當選 成為馬薩諸塞省史上第一位非裔女眾議員 普雷斯利進入國會後針對川普政府洗禮問政 和其他三名女議員被川普指指是民主黨四人幫 在媒體上備受矚目 但去年秋天他將頭髮綁成小辮子時 發現頭髮開始掉落 原來是他罹患了脫髮症 這種字體免疫皮膚病 接下來的日子頭髮掉得越來越快 去年12月18日眾議員彈劾川普投票時 他最後一戳頭髮掉光了 因為我相信我們的民主力是值得抗爭 我會選擇去抗爭特朗普 普雷斯利在台上侃侃而談 當時外界浑然不知他已經變成了禿頭 我最早逃到桌上 我躲在洗澡 我感到瘋狂、擔心、負擔心 我感到懶惰、我感到懶惰 普雷斯利經過一番心理掙扎 他認為有必要向選民和支持者坦承 自己已經不再擁有非女性典型的辮子頭 目前美國有超過600萬人罹患了脫髮症 普雷斯利也希望用自己的情神經歷 鼓勵其他人堅強面對 導演金融黃信息 許玉京報道 北京門 九月 無詐 北京文化